欸 七十二十耶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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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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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左手 對對對 有好的劉海 劉海是不是 你看 這樣就沒有很難啊 還可以有劉海 劉海很重要 真的 第一條 我們先看一下路線 好 我們先把這條咖啡色眼塊白膠帶的 好 起噴就要兩條膠帶 對 那腳不限 所以就是雙手抓住這個眼塊 對 好 穩定之後呢 那腳可以隨便踩 好 也可以踩這顆也可以踩黃蛇 對 腳不限制 好 然後 穩了之後呢 然後就是一路這樣爬上來 很近 這邊就完攀了 底攀動作基本上就是 雙手抓穩 好 腳隨便踩 所以我可以踩這個 我今天我不喜歡 我想要踩這個 都可以 好 然後人穩住 這樣穩住了嘛 然後接著就開始抓下顆眼塊 好 然後這顆就 對我來講已經有點遠了嘛 對 我就把我的腳踩高 有沒有 然後用腳踩高之後 然後再把人撐起來 像這樣 我是不是站起來之後就變高了 OK 然後再抓下一顆 這樣身高矮的人不是很吃虧嗎 這個 身高高跟矮 在不同的路線 會有不同的優勢和劣勢 對 我們現在這個是腳不限 假設我今天現腳 我的手點在這邊 腳點這麼高的話 你看高的人就會很吃虧了 對 就會很擠 對 那這個時候矮的人就會比較輕鬆 所以我覺得這次攀岩應該很有趣的地方 他沒有說像某些運動 他一定就是 特定的身高會比較有優勢 對 高矮都有他可以發揮的地方 好 好 那就繼續嘛 爪一樣嘛 我現在又踩不到了 好 我就抓不到 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長高 再踩高一點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對 那你在踩的時候呢 你看好像這個就比較好踩 有沒有 像這個就很難踩 好 所以你要自己去抓好踩的 因為我們現在腳不限嘛 對不對 所以我找一個好踩的 好 然後伸到 完盤的話也是一樣 雙手抓穩 對 這樣就爬完了 是不是很簡單 最後一定要雙手 對 完盤一定要雙手 對 那剛好講嘛 下來的時候就 隨便抓 好 有沒有很簡單 好 來吧 來喔 可能要不要差一點 預防流手汗 就是你就算不流手汗的人 當你緊張的時候他就會流手汗 你還沒有剪腳指甲 喔 你還沒有剪腳指甲 對啊 喔 對 翻盤手腳跟指甲都不適合流 對 對 雙手抓穩 腳隨便踩 餐飲局是最好踩 我要踩一個超奶 我要踩一個 好喔 加油 好啦 這裡 對對對 然後 踩的時候 我們踩一點的時候啊 盡量用腳尖去踩 這樣 對對對 好 左腳也是 很好 對 然後就是 這個 對 然後就要上腳 腳就要踩高 可以嗎 左腳也踩高 欸 其實很難耶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的可以的 對 左手 對對對 劉海是不是 你看 這樣就沒有很難啊 還可以劉海 劉海很重要 真的 往上走 來 等一下你左手抓 你先踩個你覺得穩的 左手抓下來一點 對 右手上去 對啊 對 然後這個時候 右腳可以再踩高一點 看底下 右腳 這邊 左手左邊 對 對對對 很好 好 右腳 來 這裡 這裡啦 這個啦 這個就夠了 對 這裡 很好 看 這裡 雙手 對 真的爬完了 是不是輕鬆 這樣就到了 對啊 走哪裡 這裡 對對對 很好 對 可以 對對對 來 可以 輕鬆的對不對 好可怕喔 要跳嗎 這樣 腳踩穩 然後盡量用腳尖踩 天啊 我該不會找到我 找到妳適合擅長的運動 找到妳適合擅長的運動 對 對 好 OK 好 不愧是有爬過的人 所以這就是第一條 這糟糕 好像 OK 我覺得你們狀況其實不錯 通常會帶兩到三條白線 好 我覺得我們可以直接爬灰線 好 灰線 對 就直接上一集 好 我們就其他白線就不用爬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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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